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好像这个理论性的有些强 所以我因为讨论这个文学史呢 我一直跟大家强调 就是我是从现代性的角度来解释这段文学史 试图赋予它一个在世界文学中的 它的一种独特性 它的肯定性的一种价值 所以因为对于这个国外的汉学研究来说 研究中国当代的文学 它基本上是对我们前30年的文学史 完全持否定态度的 大家读这个顾冰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 就可以看到 它完全无法去论述我们当代的文学史 而且只要论述到它是完全彻底否定的 那么在夏至清的中国小说史里面 它对这个转向左翼的丁林这些作家 它都是持否定态度的 他们无法在世界文学的经验当中去解释中国当代文学 它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在什么地方 因为在它看起来这是专制制度和极权制度的文学 是吧 完全是为政治服务的文学 那是违背文学的本性的 是吧 它认为文学有一种本性 当然我们以后可以讨论 到底文学有没有一种本性 什么是文学性 是吧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进一步的 这个阐述当中我们会去讨论 但是就是说整体上来说 对于中国当代的文学史的叙述来说 它我在叙述中 反复的也多次的重申过这些看法 是吧 它要么肯定要么否定 否定的就是说 这个是三十年的革命是合理的 是伟大的 是正确的 因此我们这个为政治服务的这个文学 它也是写出了那个伟大的时代 是吧 不管是土改 还是大跃进 还是文化大革命 那么它都有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因此这个文学是合理的 它写出了伟大的时代 它是现实主义 等等 但是这种理论显然 很难让同学们幸福 是吧 土改 大家知道 这是一个激进的革命的 暴力革命的一种运动 那么它 遗留给我们历史的问题 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先且不说 我们要从人道的角度 去反省这段历史 就说到我们今天 我们土地又完全重新分给农民了 是不是 又从包产到户 然后到土地的 这样一个分给农民 租给农民 叫七十年不变 其实现在已经土地的流传 交流 土地的这种完全私有化 这个议题也在很多经济学家 在提这个动议 那么既然如此 你这个土改的合理性 在什么地方呢 你不折腾吗 是吧 你把一些地主的土地 收来之后 然后分给农民 农民然后又搞集体化 又搞合作化 搞公社 人民公社 然后改革开放了 农民 改革开放前 农民快饿死了 是吧 是安徽的农民 开始来这个包产到户 是吧 我做过知青 我就知道 那个时候 集体的 集体的这个 到集体生产队 是吧 拿到集体的田里面 去劳动 大家都在摩阳工啊 是吧 就是拿那个锄头 到田里面挖几下 就坐在田头 然后那些农民呢 就开始讲笑话 而且都是黄色的笑话 是吧 然后我们这些知识青年呢 也在旁边听着 然后接受 比较重重的再教育 其实基本上 基本上是黄色教育 是吧 所以这个很长时间 我们要通过 努力学习冒险著作 来清除这些黄色的东西 是吧 让红色的革命的真理 在我们心里脑里 砸下根来 所以它是这样一种 所以产量 你看 那个时候的母产 我们掌握那个地方 一百多斤 两百多斤 很多农民呢 都还有交工粮 大部分的粮食要去交工粮 支援城市 所以那个时候叫剪刀叉 是吧 农业是基础 工业是主导 其实是残酷的 不能说残酷的 这是词用的路段 就是这个很严厉的 这个城市 向农村 这个多取利益 对农民是非常不公平的 但知道这个 梁树 是吧 就我们北大 哲学系的教授 在1957年的政协会上 就是因为讲农民很苦 是吧 这个53年他讲 应该是 那么他说农民很苦 他说城市 这个剥削了农民 是吧 农民还有天 工人还有天 农民只有地 是吧 但是农民很苦 那么 然后这个农民土改 是吧 土改当时把土地分给农民 农民才会跟共产党走 农民才会得到实惠 是吧 那个时候 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农民的 农业的问题 所以毛泽东说 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 就是农民问题 所以这些呢 他都在我们的文学当中呢 他在那个年代 要为这种政权 政治的合法性 他要 要为他叙述 要为他讲出道理 要为他创造情感 基础 创造一套表象形象 所以这一点呢 整个西方的世界 对我们这个文学 他不理解 他就把它称之为 是极权主义 专制主义 政治的文学 那么我们的理论呢 一直没有有效的解释 是吧 你要说这段历史 土改是合理的 大跃跃是合理的 其实呢 我们从 从我们这样一个角度 我们这么生活在中国 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为我们民族 我们国家 在历史上 所遭受的那种苦难 我们有一种切腹之痛 是不是 那八国联军说来 就要烧原没就烧了 要抢就抢了 是吧 那么租借 要占你的就占了 然后定了那么多 不平等的条约 然后中国一百年 天天打仗 战乱 所以大家说 为什么中国这么穷啊 到了改革开发最后 没有一个贵族 是吧 西方贵族两三百年 是吧 怕这个骑马 跳舞啊 唱歌啊 喝酒啊 是吧 贵妇人 多时髦啊 是不是 你这个没有办法 我们天天是战争 军阀混战 军阀混战完了以后 日本鬼子来 日本鬼子来了 拿国共打仗 打完了 然后土改 所以富人 剥夺了一干二净 没有富人 所以大家只好 共产了 大家共同贫困 是吧 就邓小平出了 说邓小平为什么伟大 他觉得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这句话是非常了不起的 是吧 毛有他的一套思路 他的思路就是中国一定要 这个民族一定要仗起来 一定要独立自主 要走中国的道路 所以毛他是生活在农村 他从农村出来 他觉得怎么去处理农民的问题 他觉得中国的农民 冷耐力是无限的 他们再苦再累 勒紧裤带 这个历史他都扛得住 但是没有工业 我们不能够造武器 没有飞机 没有大炮 没有原子弹 中国在那个历史上 他就存在不下去 他就会被帝国主义封锁 然后就会 他就会崩溃 社会主义道路就走不下去 革命就走不下去 他是这种思路 但是邓小平他找到另一条路 是吧 所以我觉得 历史当然证明了毛泽东的 虽然说 我这都是要以政策依据 我不能随便乱说 三期开 是吧 也可能我说的那个是三 毛泽东领导人民推翻的帝国主义 这个就是建立了新中国 是吧 我觉得土改大跃进 中国是走了弯路 毛泽东对建国后的历史的理解 和中国在世界这样一个格局中的地位 他的理解是有失误的 那么他一直想跟苏联和苏联联合 苏联老大哥 依赖苏联 那么最后证明这是错误 是吧 所以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打起来 对中国是一个非常致命的一个错误 我这么理解 本来美国已经愿意跟中国修好了 大家去图书馆查一本书 我觉得那本书写 朝鲜战争写的最客观 是基辛格的一个博士写的 一本博士论文 但是这个应该是 八几年就有一个中文版 薄薄的一本小册子 我读那本写朝鲜战争 我觉得他的材料都是有档案 都是比较可靠的 他说为什么中国会参与朝鲜战争 让美国百思不得其解 当时美国的政府 这个从总统到这个国务卿 参谋长联系会议 当时的总统是艾尚豪威尔 是吧 那么后来是杜鲁门 艾尚豪威尔说 美国在任何时候 都不轰炸中国的东北军事基地 都不轰炸中国的东北基地 在任何情况下 不激怒中共参与朝鲜战争 当时打朝鲜战争的总司令 是麦克阿瑟 所以麦克阿瑟看到仁川登陆 出现了共产党的军队 他觉得不可思议 他觉得你共产党为什么要参与朝鲜战争 他觉得这对于你们太爱 你们刚刚解放 是吧 当时毛泽东是要林彪去当总司令 是吧 朝鲜战争 林彪觉得这仗没法打 我们刚刚打完战 我们为什么去打朝鲜战争 我们应该建设 而且他觉得这仗没法打 他是东北解放过来的 他觉得东北阶级军队不可能 美国只要轰炸 你什么战争都打不了 但是当时有两个人 这个是绝密消息 绝密答案 是美国解密的 我觉得很奇怪 我们所有论识朝鲜战争的书 我也看过不少 但是都没有提到这个材料 有两个英国人 在美国总参工作 总参谋部工作 参谋长联系会议 美国叫参谋长联系会工作 我们叫总参 他是同情苏联的共产分子 那个时候有同情共产党的 他直接把情报通给斯大林 他把参谋长联系会议的决议 就是说美国在任何情况下 不轰炸中国的东北基地 把这个情报告诉斯大林 420把这个情报告诉了毛泽东 刘少奇 告诉毛泽东 毛泽东只有三个人知道 刘少奇周恩来 那你既然不通到我的东北基地 我就可以在那集结军队啊 是吧 因为当时中国没有制空权 美国的飞机一来你就完了 是吧 那我们这个可以打朝鲜战争 所以彭德怀这个 然后出征了 请征 他不知道林彪他是打仗 中国的这个共产党的天下 是林彪打下来的 是吧 那么林彪知道这个仗不能打 但是彭德怀这个 唯我彭大将军啊 是吧 他这个不怕死 是吧 他农民出生 他就去打 结果呢 美国人最后还是被打败了 还是被中国打败了 当然这个打败还是打 怎么打败 这是历史可以另一种叙述 我就说其实呢 中国在建国之后 他是有别的道路可走的 是吧 美国第七舰队已经撤离台湾海峡 是吧 准备把台湾拱手滥给中国 只要美国第七舰队不停地在台湾海峡 我们解放台湾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在当时是完全可以的 但是台湾到今天为止 是成为我们的一个沉重的负担 是不是 我们为解放台湾 我们每年的军费预算 大家知道 当时 当时 冷战时候 全世界的军费预算 不会超过5000亿美元 那么现在 中国的军事 我这个不能随便乱说 我只是从官方的 从公布的 这些地方 我推测 因为1996年 我看一个材料 台湾的军费开支 已经超过1500亿美元 那么也就是说 在1996年 中国的军费开支 肯定要比台湾多 我是这样推测 肯定2000亿美元 那么10年过去了 我们至少5000亿美元 军费开支要不要 我这样推测 是逻辑推测 我不是 不是这个什么情报 我没有什么情报 是吧 这个推测 如果成立的话 你可想而知 两岸加起来 现在的军费开支 应该在8000亿美元 这都是中国人 我们是 为了这样一个 当然现在台湾的问题 其实不是一个 它是整个军事的 这个被称之 不沉默的航空母舰 对吧 这个是美国 在整个美国和日本 在整个要走南中国海的 这个太平洋的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塞 那么它肯定是 在这个南中国海 和这个和这个太平洋 这个都是有 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但是台湾是中国的 祖国的一部分 中国是不可能放弃台湾 但是为了保持军事的 这种威慑力 中国在这方面付出的 军费的这样一个 代价是非常高的 两岸是非常高的 如果说有8000亿美元 我们发展教育 发展文化 是吧 那你想一想 我们北京大学 起码可以多盖几栋房子 是不是 这个麦克风的水准 也可以提高一点 那么我要说的是什么呢 其实大家可以看看 就是说历史 它有很多的偶然性 那么因为打了朝鲜战争 所以中国最后 它必须帝国主义 对我们实行封锁 和整个西方世界交恶 是不是 当时这个中国建国一成立 英国是承认中国的 英国是最早承认中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是吧 美国都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吧 所以这些国际政治 它是在这个情况下 但大家理解中国当代文学 理解这样一个国际背景 我们走了这条道路之后 我们和整个西方世界交恶 然后我们必须 在国内和国际 这样一个要战争的 要依然保持这种战争的 这样一个势头 这样一种思维 是吧 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 是吧 那么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 但是这一点呢 就是说 所以使我们的文学 在那样一个年代 它承担了那么重大的功能 它要成为动员人民 组织人民 统一全党的思想的 这样一种东西 是吧 它所承载的是这个 它又要为农民 建立起它的那种想象 是吧 我们要叙述 我们党的那种历史 比如说 我们后面会讨论 历史叙事的那些文学 我们要给图改 大跃进 这些建立一种合法性 是吧 所以这些文学 它确实承担了民族国家 存在的合法性 合理性 和它对未来想象的 这样一种功能 那么这个功能呢 是在一个世界 现代的历史当中 它被决定的 那么一百年 你帝国主义侵略中国 是吧 你一直在压迫中国 所以中国要反抗 它要独立 那么它走上这条道路 走上这条道路之后 那么当然后来解放了全中国 当然还有很多的 别的可能性 但是我们走的那条道路 和西方世界隔绝了 那么因此 留给中国的这条道路 非常艰难 所以我们会有 关于现实主义 理论的斗争 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现实主义不就是一个理论吗 不就是一种创作方法吗 为什么它要有那么激烈的斗争 是不是 然后还会揪出胡锋 反革命集团 还有胡锋的这样一个 千年了那么多了 是不是 为什么我们是以这样一种方式 来展开我们的文学 所以大家理解我们中国的当代历史 我觉得首先要理解我们的文学 反过来说理解我们的文学 要理解我们当代的历史 所以文学和历史的这种相互的佐证 我们是可以看到 大家才能够理解 我们中国现代的文化 我们走到今天 是吧 大家到今天为止 大家可能会对我们的文学 包括对我们的艺术 大家都感到 这个非常的 感到非常的 或者说 有种很复杂的感情 是吧 那么 其实也是在国庆前几天 我就看了一个节目 叫做复兴之路 不知道在座看了没有 我那天也是有幸在人民大会堂 这个和总书记 他怎么就坐在前面 我坐在后面 是那一场 就是 我忘了是几号 就是文化大革命 不是文化大革命 就是国庆 国庆前几天 国庆前几天 因为 也是一个 就是他 应该是首演 是 二十几号 可能是二十 我忘了 就是 我们 敬爱的那些领袖 这个 常委啊 真的具委 他们都坐在前面 我们坐在后面 身上脖子站在看 但是看了之后 我非常坦率地说 我对这个节目 我比较失望 其他我不多说 我觉得 整台节目下来 没有两三首歌 是可以让你记住的 我不知道 我这个批评 是不是太苛刻了 大家知道 这个要学 那个东方红 是吧 大型舞蹈史诗 东方红 大家看过吧 大家想一想 当年东方红 舞蹈史诗 那里边 那里边有多少歌 是让我们今天 唱起来 乐趣沸腾的 是吧 什么这个 从草原来到北京 是吧 歌唱祖国 是吧 词送红军 是吧 然后 几乎里边的歌 每一首 我觉得能够记住 复兴之路 你说哪一首歌 你能记得住 哪一句台词 你会记得住